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抗议开放美猪进口 那么现场的猪农几度想要爬过铁门 冲进立法院 现场气氛是非常的火爆 520之后海基会和海协会 就是台湾跟中方之间的到底有没有互动 海基会的上司陆委会说有的 但是海协会就是中国的海协会却说 520以后海基会的60封传真 他们一封都没有回 到底谁在说谎 我们要追出真相 今天台北的街头很热闹 除了有猪农在立法院门口抗议之外 这个华航空姐 他们也上街抗议咯 一向给人光鲜亮丽形象的空中小姐 为什么要上街头去抗议呢 他们抗议什么呢 战经现实批稍后会有独家报道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你来看看 闹成一团的立法院的现场 美洲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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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有要 台灣不要 機車把台灣 機車把台灣 機車把台灣的議事能夠進行 中極西領應外合 女的立委促林權簽承諾書 那麼男性立委團團圍住發言台 這反美朱藍開了在野的第一槍 但是在這個現場 我們稍後也要請問一下 剛剛從那個現場回來的人 因為據說到底是不是要讓林權上台 其實國民黨內部並沒有搞定 而在場外的部分 要來看看國民黨 只號召了千名豬農 在立法院的門口進行抗議 那麼現場的豬農跟警察 還發生了對峙現場衝突不斷 但是倒也鬧出了一些笑料出來 比方說黃昭順又在現場喊著 撤鋸馬 撤鋸馬 結果就發現警察告訴他說 委員現場沒有鋸馬 小心 不要推警察 現在是小心 不要推人 警察要不要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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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起床把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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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场也来了一位 今天抗议的猪农毛家庆 不是 他不是猪农 他是文传会的副主任 但他今天是跟猪农一起抗议的 然后今天穿着 穿着跟平常不太一样 还穿短裤 要不要拍一下 不用了 那今天情况怎么样 今天主要是各地的一些养猪户 我们知道对于美猪进口这个事情 从蔡总统在竞选的期间 从访美的时候 其实各界就已经很关心这个议题 不晓得说 他是不是在进国院的时候 跟人家谈判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让步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要逼行政院长牵 说他绝对不会 希望能有具体承诺 OK 对 因为猪农 我们知道台湾的养猪成本 跟美国的养猪成本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那连饲料 现在大量的养猪饲料 其实从美国进口也已经够多了 那美国人同时卖饲料给我们 那又想要来 要我们去买他们有瘦肉精的猪肉 这猪农都不能忍受 现场算是理性和平吗 我们有段距离 或许跟那种真正的理性和平 有一点差距 有一点差距 但是要表达自己的诉求 而且主要是希望说 能够让立委拿着签署承诺书进去 有冲进去吗 立委有进去 但你们呢 你们冲进去吗 我们有两个学生爬上去 但是后来被抓下来 看到太阳笔吗 对 立法院 太阳笔好像不是在立法院 那谢龙介爬上去两次被警察抓下来 所以说这个当然 当然不是要去做这个冲撞 只是说在诉求的过程中 如果说遭受一些阻拦 因为并不像之前林权自己上台之后 他去特赦了 就是用不上诉的方式 去特赦了当初占领行政院的 这些青年的态度 如果说你一致的话 那大可以不要挡 大可以不要挡 就让民众进去陈情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一致的话 就先让你们进去 然后再特赦 也不见得要特赦吧 进去打一顿 我们进去就要被打一顿的话 那真的也认了 谁叫你自己要进来 OK 所以嘉庆 我看你蛮累的样子 在野党不好干 是蛮早到的 然后今天太阳特别大 对你晒黑了 OK好 来 来那个委员 简单的说 其实我先讲我的立场 我还是反对 有瘦肉精的美猪 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对 如果赞成的话 市长怎么选 跟那个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坦白讲 跟消费者比较有关系 可是刚刚记得 大家记得看到那个场内 国民党的委员提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承诺书 一个是标语 标语是写说 美猪有要 台湾不要 这个民进党 什么法夹湾 台湾都怎样 毒害全台湾 这个其实坦白讲 大家想看美猪有要 台湾不要 那请问美牛有要 台湾为什么要 当初为什么会开放 这个美牛 美牛进口 当初是怎么讲 所以要嘛 通通不要 那我不说不嘛 就通通要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邏輯不是这样 所以美牛应该 真的 就个人造一个人单 但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目前为止 为什么曹启宏 昨天的曹启宏 跟今天的林权 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有点是假议题的味道 请问现在有任何 我昨天就有请问曹启宏 请问有任何 包括美国贸易代表署 包括美国助理商务部长 包括美国任何的 目前为止 有美国任何的官方 国务院的 能跟你 来跟你农委会接触说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提出议题 要求你们资上吗 曹启宏的回答是没有 文哲哥 因为那是曹主委 我也反对 反对的时候 自己讲出来说挡不住的 我也反对曹启宏 未占先详 多少人 我反对 我今天讲说我反对美朱 我也反对我们的官员 还没上证 就说我挡不住 所以我都反对 可是问题是 现在没有这个 还没有这个议题 那他更可以明确表态 国民党把他排入议题 对对他 他有讲说 所以应该 他昨天在立法院 有讲说他会立党 所以嘉庆 应该是去白宫抗议 去白宫抗议 我想可能蔡总统执政党要去抗议 请美国不要再施重压 因为我们的食用的习惯 这个猪跟牛的比例是差七倍 平均吃牛肉的 每个人大概是在台湾是五公斤 在猪肉方面是三十五公斤 差这么多 尤其我们喜欢吃内脏 像一些妈妈婆婆妈妈就说 那我们媳妇如果再过来 麻油邮寄 差两句 可能就过膨了 其实内脏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討論今天的这个议题 我真的觉得公共政治 本来就可以讨论 那这个所谓的号召 千人美租 我们也不去点人头 不讲说租农是千人 我们都不去计较 还有一些是渔民 我们都讲说就是那个事情 然后他们的诉求 美租的诉求 我们来讨论 刚刚嘉庆哥也讲了 就是说食用 那臺灣也有人吃牛肉 比较多 也有穆斯林 我觉得这部分就让到同类标准 我真的反对 现在臺灣有没有美租 有 只是没有韩 萊克多巴胺 因为我们要求是零减出 到目前为止 国家的标准是这样 如果真的 美国正式提出来了 然后开始 执政党的人的大官们 小官们 或是说哪些人开始松动说 我们这个要这样 你那个时候来表态 我觉得其实我都愿意 站在这个区块 但现在不是一个议题 就变成了 大家会觉得说 你现在是假议题 真炒作 或是怎样 我们真的觉得说有点奇怪 不是 因为主要说 就像刚刚提到 就是说是因为曹主委 自己提出来这个事情 他说挡不住 他如果不去提 这个神来一笔的话 谁知道他挡不住 OK 曹主委现在的说法 嘉庆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最新说法 然后听一下你的回应 因为这个张立 张立善在执行的时候也说 你这个挡不住美朱的言论 要向全民道歉 那么曹启宏说他没有失言 那么张立善就说 好你这样的含糊其词 就是要开放 那么曹启宏主委也说 含糊其词就表示要开放吗 我真佩服你这个逻辑 然后他继续说 因为台美从来没有谈过TPP 也从来没有讨论过 现在是美国大选 那么现在美国的两个候选人 都还不认为TPP是当务之急 所以呢现在这还不是一个问题 何苦这么急 所以媒体就认识那么到底有没有美朱挡不住的问题呢 曹启宏说没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时报 还特别写到了谈判三个敏感神经 第一个食品安全 在这里特别写到 其实美国方面 对于各国的政府跟民间 对于瘦肉性的容忍度 是予以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开放 那么还有就是国内的猪农 他说因为呢 这个牛肉市场大底上是货补 牛肉是猪肉市场是有竞争 所以即便我方乐意开放牛肉 也不代表美国可以比照为之 在这里时代力量的这个立委 须用民也讲说 国民党不针对实质内容来进行 直询白几只绿色小猪插着他党的党旗 就以为这样的反讽很有深度 殊不知俗气到不行 其实在今天我们回到这个内容的本质上来看的话 是因为美朱问题到现在 还并不是形成一个议题 所以呢 认为你们现在在要求说这个签署 这个承诺书 保证不开放等等 其实是希望经过朝野协商吗 那今天连协商都没有 那这个事情如何收尾呢 其实这不需要协商 这只要新任葛魁 在他第一次要到院报告 做总咨询的时候 他做出一个明确的政策宣誓 我觉得这其实对民进党是加分的 而且他可以大可以说 你在谈判的时候 当然国内的在野党施压 让你不好去答应这个条件 即便你之前已经跟美国讲好了 说好那我们可能研究看看是不是开放瘦肉精美朱 那现在在野党有抗争 你可以援引这个当作你的backup 去跟美国说 对不起啊 我们真的顺势拒绝 说国内不接送 用同意标准就好了吗 国内就不接送 就像当初美牛的时候 大家不是也是这样 弹出来的吗 没有 三年前本来是没有 互加任何条件 经过抗争之后 如果不是民党朝野协商签字 这个案子绝对过不了 那时候大家都希望到 那时候做你们的后盾 那现在你们可以拿我们做后盾 你们也可以拿我们做后盾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意思是拿你们做后盾 是一样的 所以民党不要再说什么逻辑不通 我们是用他们的逻辑在做的 基本上如果美牛 美猪进来一公斤的成本 他是四十块 对不起 一斤的成本四十块 台 我们台湾的 我们自己的猪肉 现在成本整个算起来是六十多块 嘉庆现在市面上已经有美猪了 已经有 早就进来 只是没有 没有含瘦肉精 如果真的是台湾 台湾的猪肉这么这样子 不动逃的为 真的挡不住的为 美猪现在已经长去折肉 我们不含瘦肉精的美猪 已经占了台湾市场的 猪肉上的占有率应该超过五十五十 今天重点在瘦肉精 百分之十不到 对啊 如果说真的美猪 我说美猪真的那么有竞争力的话 台湾人要吃的猪肉 应该已经把我们的市场的 跟美国猪肉的口味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放水跟没放水 嘉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场外闹成这个样子了 那但是在场内的部分 林全他其实是保证说 你只要让我上这个背询台 我就会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但是好像看我们党也没有打算让他上去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林全谈 我们尽量准备 但是总是会觉得准备还是不够 那今天外面有金千里的猪龙抗议 我有注意到 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猪龙的所有的问题 好 我想我们会在一场尽量把这个有关政策说得更清楚一点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好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韋忠 林全部长怎么还笑得出来 他一派轻松 毫不在乎 假议题 是不是 不是 我对他来讲 他就是 其实这个 我觉得国民党真是学习之旅也没有不好 就是说学习怎么样抗争 怎么样设定议题 然后怎么样达到效果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人民真的觉得 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值得支持的 我觉得任何的抗争我都不会反对 尤其是嘉庆讲的有一部分有道理 就是你成为新政府 如果你真的愿意成为新政府的后盾 在对美谈判当中增加筹码 或者是说真正来监督有毒食品的后官 我觉得都是正面的 但是这有些前提 前提就是说这个议题是真议题 第二个 这个手段是合理性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事情 那当然今天有很多的花絮 那比如说我很少看到摄运活动是 早上抗议 中午休息 下午再来 但是蔡正元这样宣布 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那我们都尊重 因为我觉得都是学习之旅 基本功识 不可以超过四次 但是我必须 现场传出是动员来的 就是去载人来的 是这样吗 我们支持者接到的讯息 因为我也还到此刻还是党员 所以党的一些讯息都 党员都也都会在传递 他们就是早上五点或五点半 现在在党部集合 游览车大概是上来 那大家大家都很辛苦 那其实最主要动员的主力 就是妇女会了 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那我觉得是回到 我比较想做一个历史的比拟 就是說我我不会去践踏反对党 这个监督的行动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拿历史 来做个比较 就是二零零八年发生什么事情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号 是刘兆全第一次上台 对 民主党有没有党 没有党 那大家就会说没有议题 跟我干嘛党 那我必须说二零零八年 五月二十七号的下午傍晚 油电雙涨 油电雙涨突袭 当天大排长龙 全国在忙加油 然后那个时候行政院宣布的是 本来告诉大家说六月二号要涨 后来发现这个也不对 那就临时宣布 第二天五月二十八号开始涨 全国哗然 那个时候闹多大 这苹果 苹果头版头 苹果头版头在这里 那大家讲什么 三公里抢加油 然后人民抱怨要怎么活下去 这是真真实实的议题 这个是议题 这个我坦白讲油电雙涨的议题是 纏到马政府八年 对 不是吗 到第二任还有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被骂得要死 连刘兆玄自己出的书都承认 整个决策过程都很有问题 我也不念了 他里面都有 我已经做标记 碰到这么大升官民生的议题 之后 民进党有没有焦土抗战 那时候大家两党都是心败 民进党是选择上台质问你的政策过程中 为什么藐视立法院 那时候总交易还是柯建明 要上去就咨询这个 就用你的专业 或用你的去逼问刘兆玄 所以刘兆玄那一次是史上第一次 未上台施政报告先道歉 不是吗 那这么大的议题 民进党没有选择教徒抗战 那他自己来比比较 这个比例的原则 因为我必须说到此刻为止 整个的议题上 连TPP在美国都还没有定论 不是吗 我想这个很清楚 也不需要再多说 因为美国还在大选 大选之后会怎么样 不知道 那世界各国对于TPP进度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台湾应该高度关心 今天在场外有另外一群人的主张 他是公民团体 他的主张是TPP应该公投 台湾如果要参与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 就这样子 那至于国民党这样子 是不是符合一个比例的原则 是不是过当或什么 大家社会自有公论 那个那个爬在上面 那个国民党青年团的人吧 是不是 应该不是朱农 穿得还挺那个 他是伯章 我也有联友 他是联友 他是要进选青年团总团长 那当然不是朱农 也可以抗议了 当然当然 是啦 是啦 不过我相信国民党也在学习抗争 因为现场有朱卫锦在这边 把他们往下推的时候 现场居然有国民党的这个委员 明意代表说 去打他 打朱卫锦 因为不犯法 真的吗 嘉信 我们也听到 请问是 我是真没听到 因为现场其实真的很混乱 因为现场传回来的 不是 这有时候可能很多谣言 会在那种情况下传播 但是我是真没听到 如果有的话 请告诉我是哪一位 OK 我只想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议题 如果是真正的试运的话 他其实就是单一议题 针对这个事情 把它谈清楚 然后论述谈清楚 但是今天我是现场看了实况 我今天就开两台 一个这个两个框 一个是场外框 一个是现场直播 场外在讲什么 一会儿冲之鸟 一会儿这个一大堆 然后到最后还有最扯的 吴玉生在说什么 她说蔡英文 他没有出格 所以我们要让林权倒戈 请问抗争一定要这样子吗 我支持抗争 但是博民党请做好勤钱教育 跟解放军教练讲的一样 对啊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跟解放军教练讲一样 我觉得这个 你的一个抗争 你就是把你的主轴论述讲清楚 你不要去节外生枝 你这样只会有反弹 我也不想多批评 OK 来 瑞德哥 这个事实上今天是国民党的初体验 不过如果不是国民党的这些干部 带领了这些猪龙来抗议的话 该有多好 如果是猪龙自己来 上千个好几千个上万个来抗议 这样大概有多好 如果翻过去立法院铁门的人 不是有意要竞选的人 国民党相关的职务的人 那该有多好 为什么呢 那么政治力就不会介入 这个所谓的民生议题的话题里面 那当然因为国民党现在的主轴 就是打一场这个假议题 我们都知道这是假议题嘛 那可是呢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假议题也会打成真的 民进党自己本身要小心 这个议题从选举的时候 一直蔓延到这个 这个时候 你不要忘记在南部的一些县市 县市的选举里面 特别把那一套支持 某某某就是这个 等于说支持马英九 这个话题在弄在这个 所谓的赞成美租进口的 这个话题上面 为什么说假议题讲久了 都会变成真的 因为如果像曹启宏一样 他在硬打的过程当中 一个不小心会真的让我们觉得说 民进党的新政府就是要屈服 不是这样的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继续这样下去 民进党新政府的这些官员 给我们的态度好像也是这样 那明明问题是明明TPP不要说什么台湾 有没有机会加入 美国自己都还不会批呢 而且现在美国两个一个 一个比较疯狂的川普 对不对 一个是比较正常的西拉蕊 两个人对这个都没有兴趣 两个人对TPP都还没有兴趣 我们就要先屈服说 为了要加入TPP 所以台湾要等于说给他这个 有瘦肉筋的美租进口 这是不可逻辑的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是假议题 因为一两年之内还不会发生 还不会发生的事情 你现在大张旗鼓这样去弄 其实我也满账成嘉庆所讲的 为什么呢 国民党率领这个抗争 最好越来越多 最好力道越来越大 最好人数越来越狂 你知道吗 然后不断地加大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 对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谈判 是有利的 但是国民党要能够撑得下去 最近听说党产的薪水有点紧 你知道吗 能不能撑得下去这个力道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的抗争 某种程度代表的 代表着某种程度的民意 这个压力确实可以造成 政府未来在谈判的时候 有所帮助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 有一个理论我实在不懂 因为国民党在他讲牛猪分离 我一直不懂这个理论 为什么呢 美牛有药吃死活该 你知道吗 美牛有药吃死活该 美猪有药所以台湾不要 那美牛有药所以吃死活该 那当然那时候民进党抗争了 一段时间以后 好 民进党有让等于说停止抗争 对不对 那国民党有让他过嘛 从头到尾 马英九的政府 但是国民党的马英九的政府 要让他过 乃克多巴胺的瘦肉筋 理由是有助于跟美国谈判 不是这样吗 可以在很多国际架构上有帮助 帮助到哪里去了 理论把家玩 欺骗全台湾 欺骗全台湾 理论把家玩 欺骗全台湾 欺骗全台湾 的意识能够进行 黄岛的石カет 职业 打可抗争 大权 欺骗全台湾 你 打败 defensön 利训 看 cheers 按